关注回生健康瓜哥 大家好我是回生 那今天呢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便秘 那便秘呢 大家都知道 他会非常的难受 有些人几天 十几天都不搭便 有些时候呢 搭便非常的费劲 非常的疼痛 甚至导致这种肛裂 诱发这个痔床的发作 导致出血 那很多人都知道 只有这些副作用 其实呢 便秘呢 他有非常严重的一个病发症 特别是在中老年人 那么中老年人 很多心血管疾病呢 他不是在发生在其他地方 就是发生在厕所 为什么呢 很多人在便秘的时候呢 中老年人一用力 整个负压升高 整个血压就升高 整个血压升高的时候 很容易就诱发这种 急性的脑出血 急性的心梗 诱发这种心衰的发作 所以呢 这一个很多人 可以说是便秘呢 是很多中老年人的 一大杀手 这个时候 我们就非常要重视便秘了 那很多时候呢 便秘还有其他方面的 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 他长期便秘的时候 他很容易出现 脸上的这种斑 出现这种 面色的这种沉着 包括就是整个面色 非常的暗淡 甚至出现这种痘痘啊 坐床啊等等 所以呢 这个皮肤病啊 面部的皮肤病 跟便秘啊 有很大的关系 很多时候临床上 发现这种 挫疮的病人啊 这种斑 很多老年斑啊 黄鹤斑的人群 他其实呢 经常都伴随了便秘 那这个时候呢 只要把这个大便通的啊 这个脸上的这种痘啊 这种斑点啊 就会明显的改善 所以呢 这个皮肤病啊 跟这个大便便秘啊 也是有很大的相关性的 包括其他的一些疾病啊 比如说肠癌 跟这个便秘 都有一定的相关性 所以呢 这个便秘啊 不仅仅是简单的 大便难解 其实呢 它跟我们的人体的健康啊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去重视 那么这个便秘呢 很多人都知道啊 吃香蕉啊 可以润肠冬便啊 确实香蕉里面的这个 纤维啊 粗纤维啊 确实含量比较高 它对我们大便 有一定的帮助的作用 但是呢 啊 没有很明确的啊 就是说 吃这个香蕉 能够能够啊 就是一定能够通便啊 而且呢 这个啊 香蕉呢 如果是吃这个不熟的香蕉 它不但不会通便 反而会增加便秘啊 真一点 大家是要知道的 所以大家啊 如果喜欢吃香蕉的啊 吃的香蕉也能够通便的 这一部分人群啊 就一定要去注意啊 一定要吃这个熟的 熟透的香蕉 不要吃这个生的香蕉啊 生的香蕉不仅不能通便 反而会加重这个便秘 那么今天呢 何医生呢 就跟大家推荐一款 比这个香蕉通便啊 强更多的啊 一款啊 汤啊 这一款食疗汤呢 啊 其实很常见啊 我们准备这个白萝卜 两百五十克 同时呢 加一片这个橙皮 两个加在一起 一起去煮水 煮它半个钟左右 把这个萝卜煮熟之后呢 我们就喝汤 吃白萝卜 那么这一个白萝卜啊 以前何医生也跟大家分享过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作用 那第一个呢 就是能够降气消痰 特别是很多人 吃了肉吃的多以后啊 诱发这个痰特别的多 这个叫做 中医里面认识这个 叫做肉生痰 肉呢 是非常容易生痰的 很多人啊 都有这么一个现象 比如出去下馆子啊 出去外面饭店吃饭 吃完一顿饭以后呢 发现这个痰液啊 非常的多 特别是吃这些肉 吃的多了以后 这个痰液啊 就非常的多 会出现这么一种现象 其实就是肉生痰 这个肉啊 是非常容易生痰的 很多人吃多以后 导致了这个痰很多 这个时候用白萝卜 就非常的好 它能够降气消痰 把这个痰液消掉 同时呢 有些人还爱随着这种咳嗽啊 痰多的时候 这种白萝卜还能够降气 降这个废气啊 对这个咳嗽也有帮助 那么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降气消鸡 刚刚讲了 吃太多以后呢 它积在我们的中胶脾胃 出现了肚子胀啊 肚子痛啊 那这个时候 就可以吃这个白萝卜 能够降气消鸡 把这个食鸡把它消掉 很多人肚子很大的 大肚腩的 经常吃点白萝卜 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能够降气通便 这个白萝卜啊 它的气 能够把这个气啊 降下来 这个降的力度很强 它能够把这个便秘啊 大便啊 能够往下走 往下传 往下通 那这个时候呢 便秘呢 就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改善 所以呢 刚刚讲的比这个香蕉啊 这种通便力度更强了 其实就是这个白萝卜 那同时呢 我们用白萝卜 250克的时候呢 把它切成一块 一块的 然后呢 加一片这个橙皮 那这个橙皮有什么功效呢 橙皮呢 它最关键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闻起来 这个橙皮啊 有这种香香的味道 那这种香香的味道呢 能够唤醒我们皮的一个功能 叫做醒皮 它这个醒皮呢 能够把这个皮的功能唤醒 皮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 它就是韵化水骨 也就是这个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啊 叫做水骨 啊 通过皮把它韵化 把这些好的东西啊 变成气血 变成这个好的水骨金龟 来去营养全身 然后把这些糟粕的东西往下传 啊 变成大便排出群体外 所以这个皮的功能在里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那么这个橙皮就是能够把这个皮的 韵化水骨的功能把它唤醒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呢 橙皮呢 它有很强的这种醒气的作用呢 啊 刚刚讲它的味道比较香啊 味是心的啊 心呢 它就能够醒气啊 我们这个肚子啊 脾胃的气啊 堵在这里了啊 吃的东西太多堵在那里了啊 便秘了啊 肠道不同了 胃气也不降了 堵在那里了 这个时候用橙皮就能够醒气 把这个气把它动起来 同时呢 啊 这个橙皮呢 还能够这种健脾 还能够啊 造实化痰 所以呢 这个白萝卜橙皮水啊 可以说 一个呢 是用于这个便秘 一个呢 就是用于这个 啊 痰很多的时候啊 咳嗽 痰很多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的 刚刚讲白萝卜 它也有将其消痰的作用 橙皮也能够造实化痰 所以呢 不单纯是便秘 痰很多的时候 也是可以用的 那么这款橙皮啊 白萝卜水呢 啊 平时啊 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禁忌啊 孕妇是不能吃 还有就是呢 体质很虚弱的人群 也是不合适的 啊 比如说啊 整个人精神没什么力气的啊 长期卧床的 或者说啊 做了一个很大的手术以后 整个人非常疲倦的啊 产后也是非常疲倦的啊 乏力的啊 没什么精神的 那这种体质很弱的人群 那么就不太建议吃 好的 那大家呢 有什么问题呢 也可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和一些人看到以后 也会跟大家统一回复 好的 关注黑医生 健康瓜哥 我们下期再见